好,那么其实说到这个人物的出圈啊,我们不得不提另外一个片段,就是我们的陈家的两位公司,他们牺牲的那个片段大家看过吧,是特别感动的吧,所以我们邀请我们两位青年演员,也跟大家来聊一聊,你们在当时在拍摄这段戏的时候,一些感触好吗? 我觉得这些年最后复死的这一个是生命的终点,是精神的起点,我觉得对这些年影响最大的来自于他的父亲陈多秀先生,从刚开始他对父亲的不理解, 他慢慢的知道父亲这样做,是因为舍小家为大家,然后慢慢的接触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,最终信仰马克思主义,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,我觉得他是因为有所信仰,所以无所畏惧,所以在他们兄弟俩赴死的时候,大一点感动。 自己的去面对,谢谢大家。